各位长辈 家人朋友 祝日平安 感谢神今天我会继续与大家来分享上落记的信息 那我们现在一头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 我们实在感谢你赞美你 主啊在七日的同一日 你再一次聚集我们众弟兄姐妹 来到你的圣殿 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 我们向你从心灵献上深深的祭拜 感谢你赞美 主啊愿你悦纳我们从心灵和诚实发出来的祭拜 也愿你在祭拜中将一个平安赐给我们 主啊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照着我们的本向来接纳我们 谢谢你赐下爱子耶稣基督 拯救我们脱离罪恶 主你不是按着我们的行为好或坏 是不是值得被你爱 是不是值得被你救 乃是按着你分身的慈爱和恩典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常常怀着感恩的心 求你保守我们一直住在你的爱里 在你的恩典中不断长进 主能恳求圣灵这个时候运行在我们的中间 赐给我们亮光和启示 用你自己的话语来鼓励我们 引导我们 将以下敬拜的时间完全交通在你的圣手当中 祷告奉耶稣基督圣灵祈求 没有 弟兄姐妹你觉得是顺境更容易让人寻找上帝 还是逆境 逆境 答案你同意 两个都有 那顺境更容易让人离开上帝 还是逆境 两个都有 其实每个人跟每个阶段的答案可能都会不一样 在我读大学的时候 只有当我遇到困难 逆境的时候 我才会想起来去祷告 想起来哎呀该去礼拜坛做礼拜了 那对我来说 逆境逼着我去寻找上帝 然后在更多的经历上帝的恩典信实以后 我里面的信心就一点一点的更有信心了 更有信心了 逐渐的成长 那逆境没有把我打破 我相信这是神的恩典吗 但是很不幸的 当我的顺境来临的时候 我就关系了上帝了 上帝跟我的关系完全经不起考验 那你不祷告了 也不向他求什么吗 也不去做礼拜了 反正好像稍微都会跟你说区别 然后生活中更不需要上帝了 上帝就被忘记了 更不要讲说我知不知道我这位天上的父亲 希望我做什么 我做什么呢 是他的心意 我表面看起来的那种顺分顺遂 过得很舒坦的日子 人的眼底可能是一种成功 可是这种顺境扯了我身边的诗经时 显出了我里面属于观景的软弱和失败 这是我的情况 那其实我相信每个人的答案是不太一样的 但不论顺境或逆境都可能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试经时 都可能对我们生命是一种考验 不仅是疾病失业或者关系破裂这种很不好的事情 有时候突然间有一个很好的机会赚大钱了找到一个好工作了 职位高升了心想事成了顺分顺水了 这种顺境都一样可能把一个人想到 那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扫罗丸就是这样的 他原本是平平平平的 后来之间有一个好机会领到他 他就成为了以色列的国王 那圣灵也给了他能力 他有那样的能力 有那样新的生命 他正比乎非常有大帅以色列去跟外班人打仗 然后那场仗义使他的身为大政 全国上下本来还有一些不拥护他的百姓 全部都拥护他 所以全国上下以色列欢欢喜喜的 在吉甲那个地方立国 给他一个非常盛大的就职开国的典礼 这是我们上一次讲到 在上个地上的八到十二章 今天我们继续讲十三到十五章 今天我分享的信息就是 少罗丸的失败 那在十三章的第一节 听我们告诉我们 少罗丸当年刚登基的时候才几岁啊 四十 很年轻对不对 就有这么高一个职位 是不是很令很多人羡慕 也可以说是一个很成功的起点 可是遗憾的是 他赢在了起点 却输在了终点 非常快就失败了 我们看到了十五章的二十三节这里说 他既厌弃弃耶和华的秘密 耶和华也厌弃他做王 就像夫妻 还是能关系了老正面 那我离婚的时候两腔厌弃 非常的令人悲哀悲伤 他没有在上帝给他的这种恩典里面 持续的去长进 反而是失落的这些恩典 所以说到少罗丸的失败 我常常觉得 很多人都说他是个王嘛 那就是对领袖的一个借鉴喔 特别是对教会的领袖的一个借鉴 这也是的 但我相信他也是对每一个基督徒的借鉴 因为也关系到我们每个基督徒的成功与失败 从少罗的失败 我们可以来学到什么功课呢 所以我们今天要看十三章到十五章 到底就这两章经文发生了什么事情 成为少罗他人生失败的一个转折点 十三到十五章十三章的经文 主要讲的两产战争 这两产战争的结果 以色列都是打胜仗 但很遗憾 少罗他自己在神面前却是打了败仗 那他失败在哪里呢 表面看起来少罗他的性格急躁 他还伤亡 他推卸责任 大家都知道他还嫉妒 心胸狭胆 贪念权力很多 但是归根到底是他里面属于一个生命出的问题 在环境的实验中失败了 所以今天我会从属灵生命如何在试炼中得胜的这个角度 来分享两个关键因素 就是第一个因素 我们来学习 从与非利式人的这个战争里面 来学习信心的功课 第二个 从与亚玛利人的战争里面 来学习顺服的功课 信心与顺服 是我们属于神明的折胜 非常重要的两个关键因素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一场战争 好 接下来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上罗的记上十三章八到十四节 好 我们一起来读 少罗造成了少罗所定的日记 等于七日 少罗还没有看到 起降 百姓也离开少罗上去 少罗说 大方记和平安记 再到了国色里面 少罗就会卸上方记 但是卸上方记 上到了九道 少罗就去理解他 要问他 少罗说 你做的是什么事呢 少罗说 你为了人家这百姓 开我上去 你也照所定的日子来到 而且非理事人聚齐在命 所以我们也心里说 我怕我们有诱到奥运 非理事人向导致敲击我 我就勉强献上帮你 少罗对少罗说 你做的不胜 没有遵守耶和华 神人所封不能命令 若遵守耶和华 必在设业中 能接力的王位 持道道的风流 现在的王位 并不成就 耶和华既既既 选到各 和他心里的人 令他做凡谢君 因为你没有遵守 这第一场战争是记载在上和 即上的十三到十四章 是发生在少罗登基以后的第二年 以非理事人之间的战争 在古代近东的战争中 宗教是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军队在出发去挡战之前 会就这个战士的结果 求问他们所信的神 那求问的结果 若是一个吉祥 吉祥的这个预兆 便会进一步去寻求神 关于战术上的一些指引 以色列人在打仗之前 会先通过先知 去询问上帝的旨意和指引 那很遗憾的 这场战争还没开大 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 少罗成为他整个人生失败的装则点 上帝本来是 吩咐先知 善罗去祷告献祭 那少罗只能去做了 所以 这一次神就见了先知善罗来 跟少罗宣告 你的王位 必不会再长久 当然我们看到 神并没有马上叫少罗 就从王位上下来 但是真的是在不久的将来 神的时间到的时候 这个王位就不再属于少罗家 而是一道大卫家 那少罗自己替先知去献祭祷告 看起来有那么严重吗 会不会有人觉得 他挺好心的呀 先知迟到了去拜一下先知 真的吗 其实这个背后暴露出来一个问题 是少罗在信心上的失败 为什么说是信心呢 就是当面对当时的战争的时候 非律式敌方有三万的铁车 六千的马兵 不比叫无数 圣经说无数 那以色列自己有多少人呢 再猜一下 他们原来的正规军只有三千 正规军只有三千 然后这三千还被解散了一千 然后当他们看到那么多非律式人的时候 开始逃 那些军举起来的民兵也好 训练过的军队也好 还是换不上 军心换上 最后面只剩下六百个人 那在这样一种环境的压力下 作为领袖作为王 他心中是非常的焦躁不安的 这个焦躁不安的内心 就成为对他信心的考验 他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办法再相信 上帝吩咐的兵力换起了 不再相信上帝的时间 上路 虽然 没有在那个第七日的最开始出现 可是当少罗现还记的时候 上罗还出现了 说明什么 说明上罗他也没有迟到啊 少罗再等那么一点点 我们的神 经常是在最后的时刻出手 但我们的神 从来不误事 少罗没有耐心继续的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从他自我的辩解 里面我们看见 他说什么 他说 百姓都离开了 其实他内心害怕一件事情 就是人都跑关了 那谁去打蛋 他害怕 他相信那个看得见的人 剩余 看不见的那个神 作为领袖 少罗他没有把 对神的那个信心 传递给百姓 古武士气 反倒受了百姓那种 恐欢齐聚的影响 失去了对神的信心 以至于他能藐视神的命令 万万万和 还制作主张 将自己摆于神之上 将完全 完的这个权柄 至于神权 神的权柄之上 他完全跨越了神 给他做完该做的 跑去做 人家先知该做的分类的事情 从这里我们看见 少罗活在更老我 和肉体的血气之中 是以他自我为中心的 在信心的讨厌面前 少罗失败 但神借着先知 上罗活指出少罗的错评后 他没有违改 从接下来上罗 记得十四章到十四章记者 我们看到 他在开战以后 也没有任何违改 而且他连续做错好几个决策 比如他 还贸然发誓 让军队在非常疲乏的时候 说要趁趁追踢 大家都不能吃东西 然后他这个誓言 竟然差点害死他的儿子 约拿丹 因为他的约拿丹 并不知道有发的那么一个事 他却拿了一点蚊蜜吃 那约拿丹是谁 他是少罗的儿子 但他同时也是 扭转这场非力士人战争的 一个关键的人物 正因为他 所以这场战争 以少胜多 然后以弱胜强 转败为胜 十三章十四章 不是在于少罗吗 为什么用这么多的篇幅 在记载约拿丹 他在战争中 是怎么去表现的 怎么去赢的呢 后来我返回了一点 是因为约拿丹 他能够有段这场战争 因为他理念 对上帝的信心 我们接下来来听 我们接下来这款经文是在 上和基上 四章六到十节 好我们一起来读 约拿丹对拿比奇的少年人说 我们如不如过到 那些人来那里去 使他们能看见我们 他们就对我们 说 我们要过到那些人来那里去 使他们能看见我们 他们就对我们 跟随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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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 他们如果说 我们上去 跟我们到那里那里去 我们就上他们 但不上他们那里去 他们如果说 你们上到我们这里来 这话就是我们的证据 我们便上去 因为耶和华将他们 交在我们手里了 这里我们看到 约拿丹对上帝的能力 毫不怀疑 他是深信耶和华使人得胜 不在乎人多人少 不过约拿丹他有一个顾虑 他顾虑就是 不太知道自己的这个 战争的策略跟计划 是不是处于上帝的旨意和代理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 他向神有一个祷告 所印证 就是 不相信单个人 是真心的 谦卑的来寻求上帝的代理时 上帝会向他写明 神自己的旨意 和代理 我也相信 如果当时 上帝给约拿丹的那个回应 是说 拒绝了 他当时的那个 要去偷袭的那个 作战计划的话 我相信 约拿丹也一定会舒服 因为他 相信上帝的拒绝 是有原因的 他也 宁愿继续等候 不敢贸然行事 又不像扫罗 表面上说 我要献祭 我不献祭 没有祷告求神的意思好像不对 但是 他已经偷偷的扫罗 偷偷的拿了主意了 他已经预备了上帝的命运 所以 约拿丹对上帝的信心 正好 就与少罗 形成一个性命的对比 弟兄姐妹 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 环境的压力 比如有来自我们的 家人 周遭的朋友 他们的不安全感 他们里面的那个恐惧 恐慌 他们的埋怨 或者不理解 或者 无期限的一种等待 令人非常焦虑 各式各样的压力 都会成为对我们的考验 让我们里面的信心 失去耐性 就好像少罗 屈服在外界的这种环境下 完全忘记了上帝的克服 忘记了上帝 依然在掌权 他是不愿意再继续等候神 耐心和信心 对领袖 对每个基督徒来讲 都是至关重要的 弟兄姐妹 因为我不知道 现在在你的环境中 是不是有在等待什么 是在等待孩子毕业 等待一份工作 或者等待一份爱情 建立一个家庭 或者是等待孩子的出生 成长成熟 或者等待某种 健康状况好转 或者等待破裂的关系 可以修复 不知道 我们也不知道 等待到什么时候 我们也不知道 等待的结果是什么 这个时候 求主赐给我们 足够的信心 等候上帝的时间 也愿意顺服上帝 在环境里面 一切的代理 弟兄姐妹 要有这样的心智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在等候的时候 才能有平安喜乐 因为他 凡事都展现 顺服 是我们从扫罗的 失败里面 要来学习的第二个功课 对上帝 没有信心 会导致不顺服 在上帝纪上的十五章十七到二十三节 好我们一起来读 上帝 对小国说 从前 你虽然自知无效 其实 被列为色列姿态的团兽 是我们的 耶和华 当你做 所以 耶和华 才简 更不如说 你去 你去 那里面 他对着他 想在他那里面 进行 你为了 有没有 听懂 耶和华的命 及他 愿对我们参加 请耶和华眼中 看你个事呢 少国对上 我们说 我是在凝宠的耶和华的命令 行人 耶和华说 猜见我 行人 行人 那里面 夹甲 灭金 那里面 而是 你却在所当面的屋中 取得最好的名牙 要在这一家 要献你 耶和华神的心 三个说 耶和华喜悦 这是 祁的平安心 请 祁悦听懂他的话 祁应对 祝福 顺从圣余公养和自由 背裂罪 行邪书的罪 相等 丸含的罪 败虚蛇 和偶像的罪相等 你既奠起耶和阿尔多余 耶和阿尔也奠起错华 这是发生在《上罗纪》上十五章的第二场上升 传道人在我刚读学院的时候 就常常被提醒说 要注意四种事情的试探 那其实我相信不只是传道人 每个基督徒都是这样 这四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灵,灵就是名声名望 灵财,钱财利益,权,权利权柄 赦就是男女关系 那从与亚马蒂尔的这场战争 我们看到少罗约是在 灵和财这两个考验中都失败了 上帝吩咐他去击打亚马蒂尔 是要将他灭绝尽尽 可是少罗他没有 他从那些战俘 辱落回来的牛羊里面 取了善好的留下来的 也没有杀死亚马蒂尔王 那上帝就拆起先知 去提醒他回赶 可是很遗憾 如果你读完 上帝尔王记上十五章 你会看到少罗 依而在在额上的 推卸责任给百姓 直到第三次先知 继续谴责他的时候 他没退了 口头上就夹润水 没有真正的悔改 然后当少罗 上帝尔王先知不相信他了 掉头要走的时候 他一转身 把上帝尔的衣服都拽了 拽到一斤都破了 这是圣经一个很详细的记载 助于他心中的焦急 焦育 他要求上帝尔王说 留下来吧 留下来跟我们一起敬拜吧 那他的理由是什么 他口头认罪了 他跟少罗说 我有罪了 虽然已知 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 和以色列人面前 抬举我 同我回去 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 注意这个称呼 少罗这个时候怎么称呼神 你的神 再是我的神了 与我没有关系了 这个时候少罗 他更看重什么 他的心理 不是他和神之间 那个关系的修复 他没想着说 去寻求神的赦免 挽回神的愤怒 他是想着 他在长老百姓面前的面子 自己的形象 自己的奢望 他不要这些长老百姓 看出他跟先知之间的嫌隙 裂奔 他假装 你先知很好 你上帝还有一个很好的 要去敬拜上帝 一个美好的关系 他要人看到外面的这个形象 并神怎么看他更重要 那上罗后来是很怜悯他 就陪他回去一起敬拜神了 但是来到上罗第15章的结束 最后一节三十五节 我们看到 上罗直到死的时候 在你又见扫罗 然后上罗为扫罗悲伤 因为扫罗后悔立塔 说以色列的王 其实上罗的悲伤 他是先知嘛 也代表上帝的悲伤 或许有人就会问 神是不是也太残忍了 那为什么要给扫罗完 把这么一个命令 很难遵守 是吗 有人在摇头 上帝的命令有时候 或许从神的角度 不太容易明白 圣经都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上帝呼召 到亚伯拉尔出去的时候 叫他离开本地本族本家 有告诉他 你的路线行程是怎么样吗 有告诉他 你直接去到哪里吗 希伯来斯就说 亚伯拉尔能招的说出去 他根本不知道要往哪里去 弟兄姐妹 今天你带孩子去旅遊 你会不知道你要去哪里吗 都会的 我们去哪里 都会有一个目的地 可是 亚伯拉尔凭着信心 就跟神出去了 然后神试验亚伯拉尔 献上以撒的时候 你想不通 以撒是他的独生爱子 是神的应许 说要来承受他的产业的 那如果以撒死了 那神的这个应许怎么实现 我们的人很替神操心 可是亚伯拉尔 他被称为信心之父 因为他就顺服了 希伯来斯一样说 亚伯拉尔他的信心的教典在哪里 希伯来斯说 亚伯拉尔他相信 神如果应许 以撒是要承受他产业 承受应许的那一位 神一定有办法 就算以撒死了 也能死你 这是他的信心 亚伯拉尔因着信 被讨厌的时候 顺服了 他相信上帝有他做事的方法 有他做事的时间 他相信上帝不会做错事 在出埃及记的十七章 刚出埃及的时候 圣经特别记载 以色列人遇到的第一个敌人 就是亚马利人 亚马利人 在趁着以色列人 他们很疲劳的时候 从后面杀死了好多 以色列人走在队伍后面 那些很软弱的老人孩子 疲惫的软弱的圈杀 那上帝曾经也告诉摩西说 要将亚马利人的名号 从天下圈拿着涂抹 也必世世代代的来临 亚马利人征仗 简单说这场战争 可以说是上帝对 你看刚才有个词叫 犯罪的亚马利人 的一场公义的神堂 这是发之神的 对犯罪的亚马利人公义的审判 先自来诗文的时候 他是怎么辩解 他说 我听从了 而且他说我实在听从了 他有没有听从 扫罗他确实是遵守了部分的命令 但是在上帝的眼中很遗憾 你遵守部分命令 等于没遵守 你选择性的来顺服 等于没遵守 我们人很多时候 会有这样的倾向 听到我们自己喜欢听的话 愿意听的话 嘿我们就听了 不愿意的呢 耳朵就竖起来了 按照调查 聆听可以代表为两种方式 一种我们叫隧道式的聆听 什么是隧道式的聆听呢 你看到没有一串的文字 左边进去右边进来的叫隧道式的聆听 什么都没有下来 第二种聆听叫选择性的聆听 就是过滤筛选 跳部分我觉得可以的来听 听不明白的 不喜欢的 或者那些要我们付出很多代价 就不听了 你自己观点不一样的 也很难听的进来 拼拼我们的更听不清楚的 英国有一个听力的测试中心 他们做了一个研究调查 调查了两千位成年的男女 去调查他们说 你们在听伴侣说话的时候 有没有选择性聆听的问题 大家想知道调查结果吗 你们觉得是男士 更有选择性聆听的问题 还是女士 男士 非常准确 这个调查的结果显示 男士一年忽略伴侣说话 平均会高达388次 那女士也好不到哪里去姐妹妹 你们想知道女士的结果吗 差不多踢了50次 一年大概是339次 半斤八两 那我就会想 388次或者300或39次 好像你不算高了这个调查结果 请问在你的经验里面 一年365天 你一天里面 是不是只有一次 忽略你的话 你在说话 有人笑得很厉害 应该是告你一次 我想 欠生听太太或者太太听先生 人都会存在于倾向 这叫选择性聆听的情况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提醒自己 我们基督徒对神的话 对圣经的教导 有时候也这样 那些说神很爱我们的 给我们祝福 给我们成功的 大家都爱听 那些如果指出来说 有没有隐藏的罪 圣灵关照我们 甚至有时候借着我们的牧师 长老或者弟兄姐妹 属灵伙伴 给到我们一些提醒的 来听 弟兄姐妹 有些基督徒 他们只能接受 我们的神的形象 是那个 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流血牺牲 爱我们的神 他不太能接受 旧约的那个神 是有马上执行 施行审判的神 其实你知道吗 在新约里面的上帝 他也是会施行审判的 他不是没有审判 你看启示录 世界末了的时候 基督再来的时候 他要审判一切的 活啊人分食人 对罪恶的审判 是展现了上帝公义的一面 对罪人的拯救 展现的是上帝的慈爱 公义和慈爱 是上帝密不可分 不可分割的两个数字 如果上帝他可以把 有罪的当不罪 那耶稣就不用死在十字架上 替罪人死 十字架 我们信仰最根基的 这个十字架 他正式展现了上帝公义 和慈爱的两个属性 这两个属性 是一个整体 圣经的整体教导 全本圣经都在讲这个 全本圣经的教导 也是一个整体 我们基督徒都应该同时来相信 那有时候 有人说我就是顺服不了 我就只能顺服一半 我不能完全顺服 但这个时候 有时候我们还会自我安慰 像少女一样 说 主啊 我也做了这些 我也做了那些 我也奋献了 我也服侍了 我也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弟兄姐妹 神要求的是完全的顺服 神他真的是看我们的内心 我们表面做什么 人或许不知道 但是我们的动机 我们的内心 是不是真心 愿意完全顺服神 神完全不知道 当我们完全顺服神的时候 表明我们 对他的公义 跟慈爱是毫不怀疑的 也表明的是我们 对上帝的爱 因为爱 爱里面最基要的 最根本的 是不是性能 如果夫妻关系的爱 也没有性能 你看这个爱是不是有名字 我们对神完全的相信 是代表我们对神的爱 因为爱神 我们心甘情愿进神的话 顺从他的心里 对不对 你爱对方 你爱你的太太 你爱你的先生 你是不是愿意他喜欢 愿意他心满意足开心 愿意做他爱做的事 叫爱无极目吗 你愿意去 让神里面的心得讨满足 讨神的喜悦 因为爱 我们也心甘情愿 以上帝为我们生活的中心 我们不要再以自己为自己的中心 我们也不再活在脑我和血气里面 因为爱 我们也看上帝 比任何一切属性的都重要 比钱财重要 各种的名誉 什么诠释 情欲 比这些都重要 我们来分享一节经文 我们来分享一节经文 是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六节 我们再来听我们这一部的经文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人若爱世界 爱人的心就不在他里面 因为我们世界上的事 就像肉体的情欲 眼睹的情欲 并精神的骄傲 都不是重复来的 那是从我们世界里面 当我们贪爱世界的时候 爱神的心就不见了 当我们贪爱世界的时候 看重肉体情欲的时候 像少罗 他后来嫉妒到位到一种程度 他仇杀追杀 他甚至去找邪术的乌婆 他闹路忌恨 拜我向敌等 爱神的心就不见了 当我们贪爱世界 胜过爱神的旨意 神的心意 神的吩咐 神的命令的时候 爱神的心就不见了 当环境出现 各式各样的这种考验 临到我们的时候 如果我们没有爱神的心 我们忘记了爱神的心 我们可能 就会像少人一样失败了 求主帮助我们 因意为戒 不要谈爱世界 也帮助我们 更爱神 胜过爱世界 只有你是真的爱神 你才有那个动力 心甘情愿 完全去受主帮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就从刚才的良产战争 来看到少罗王 他因为贪爱 民火 财 在顺服这个功课上 失败了 市场中失败了 他也因为对神的信心 还不足够 在市场里面 在环境的压力里面 没有耐心而失败了 只有我们每个人 也都有可能会遇到各式各样的环境 顺境也好 密境也好 所有的环境 都可能随时随地 成为对我们内在生命的考验 有时候我们很希望自己 能够被主来使用 是不是 我们都很希望 但有一天如果主给我们一个服事的机会 主把我们换到某个位置的时候 我们里面的生命 是否经得起考验 经得起那个职位 那个职份 他所需要的 那种对我们生命的 的容量 生命的厚度 的考验呢 弟兄姐妹 我们的生命 有没有在我们的困境里面 求神来炼进我们 塑造我们 那我们里面的生命 足够 有力量 可以来完成神给我们的 所有的佛部 完成神给我们 可能是在你家庭中 可能是你做父母的 可能照顾你的孩子 或者你照顾你的父母 可能在你的工作中 在所有神给我们的机会和环境中 我们里面的生命的力量 硬是多合 圣经有一句话说 我们外面的肉体 会渐渐的老去 但是我们里面的生命 可以一天兴事一天 弟兄姐妹 那愿主来帮助我们 就从少罗王的失败里面 我们得到一个警醒和借鉴 从两点 与非力士人的战争来学信心 与达马利武的战争来学顺服 最后我要讲 如果说 哎呀我这个考验女母失败 那弟兄姐妹 千万不要灰心 没有谁是没有失败过的 扫罗失败 大卫也失败 大卫最大的一个失败在哪里 扫罗是在云跟财 大卫也是在色 民财全色 他俩全集合了都失败 但是大卫的扫罗 他们最后是不一样的 唯一的区别 不是大卫没失败 而是大卫在他跌倒犯罪软弱以后 他回到神的面前 认罪悔改 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 除此以外 别不出 神不是要激伤我们 他怀的是平安的意念 是要来祝福我们的 就算当年扫罗被立为王 不是出于上帝缘分的职命 可是神是不是有制服他 给了他那么多恩典 给了他机会 给了他胜利的能力 给了他很多人去跟随他 拥护他 这样的意念 都是神白白给的 也愿主常常保守我们里面的心 经常在各种环境里面 我们自己要有一个离干的心 来过我们自己 可能是我们什么问题 我们回到神的面前 犯罪天啊 没关系 回来 任罪悔改 祂的爱 祂的慈爱 祂的恩典 永远为我们预备 跟存有 但是上帝的这个爱 是公义的爱 不是负败 不是宠坏 我们随便我们去犯罪的 祂的恩典 也是随时可以说的 愿主来帮助我们 愿主来帮助我们 不论我们在过去 试炼中 得胜了 或者失败了 都不焦不燥 不弃 常常回到主的面前 求祂的恩典 扶持我们 成为一个不断得胜的基督徒 愿主祝福我们 也祝福祂今天的话 分享就到这里 一起来 好 亲爱的阿爸父 我们感谢祢 愿祢自己的身影 在我们的心中 不断做那强动的工作 鼓励的工作 劝勉的工作 主啊 愿祢自己来 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 祝我们不看过去 自己的成功 不看过去自己的失败 我们也不看环境里面的 顺境或逆境 愿主祢自己 让我们可以 越过一切的环境 当当来看祢 当当来听祢的话 当当来顺服祢 也求祢赐给我们更多的信心 更多的忍耐 赐给我们更多爱你的心 愿一切的荣耀受赞 都为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宝贵师的沟通 感动 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 再生一切不错 做这些度 是很厉害的 我们想和我们一起奉行 做这个日子 好 超过一晚 不过三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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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